你们看 二哥跟五哥也在那儿 他们一定是在玩驱水流伤 驱什么伤 驱水流伤啊 驱水流伤是我们豊朝的一种 传统民间习俗 在每年的福系礼仪之后 大家就会坐在和曲两旁 在上流呢 放置酒杯 酒杯就会顺流而下 停留在谁面前 谁叫曲杯饮酒 并且要即兴赴诗 做诗啊 对啊 可好玩了 我们一块儿去啊 好 不不不不 放上衣叫我念诗 我都念不上来 别说做诗了 我不去 没关系的 这就是个游戏 谁输了就要罚酒 有酒 二哥 五哥 各位师仙 你们是不是缺人呢 你们啊 来得正好 这下人总算是齐了 我不会啊 没事 没关系 我们按律走 你随性 押个运就行 对对对 你看二哥都发话了 去跟我们一块儿玩吧 要是实在做不出来 就让二哥替你受罚 这样吧 咱们定个题目 这一轮呢 上却是天气和风景 下却是植物和动物 怎么样 好好啊 这个好 好 各自入席 碗语出收 玄作琴 碗语出收 玄作琴 卖中访旧 芙蓉城 卖中访旧 芙蓉城 高帆斜挂 夕阳色 几鲁不闻 啼壶声 几鲁不闻 啼壶声 掠水翻翻 崇山过 供厨片片 锦里争 江川不予 人俱老 算卦先生 胡乱捧 我没错啊 不是七个字吗 那我再自罚一杯 公主好酒料 烟花风景 眼前修 此地仍传 伴烟楼 冤梦肯忘 三月异 儿女各取 半生仇 唾音凌落 男宠舞 帘步单开 带并守 不是冤家不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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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西 永宁 我是不是丢人了 没事 这只是个游戏 不要放在心上 是啊 永宁刚开始对师的时候 不知道被乏了多少杯酒呢 喝喝喝 你干什么 您呢 您是职业